读书的好处就是让我知道自己是谁 然后呢让我知道自己其实也是内心深处还是很宽广的 因为我能够接纳各种各样的我所没有经历过的经历 我所没有产生过的情感 我自己都能够接纳了 这是很重要的 但是这个前提就是这本书一定要跟你相遇 一种阅读和一本书的相遇有时候也是一种原本 当然也可能就是所有人都说好 你认为没有共鸣那本书可能是一本非常好的书 但是不要着急 为什么呢 你还没到和他相遇的时候 说到我相遇一本书的经历 其实我真正发现鲁迅是35岁 我觉得过去我跟那个鲁迅 鲁迅就是一个伟大的存在 但是我没到和他相遇的时候 我确实没有到和他相遇的时候 一直到95年的时候 那时候就是我们有个朋友 他想把那个鲁迅的小说改编成电影 让我做策划 我发现我家里边一本鲁迅的书都没有 然后上街买了那个鲁迅的那个小说全集 第一篇就是狂人日记 狂人日记的大概是第一段里边的 我看了以后把我吓一跳 上来就是那个狂人觉得这个世界变了 太牛了 太牛了 这哥们那么一句话就把那个人的一种精神状态给写出来 一个疯子 后来又看了孔一集 觉得太了不起了 孔一集 那孔一集真的是经典短片